每早就準時8點半回去上課 逢星期一至五都是 我迫自己所有東西都要在A range 真的大壓力到每個星期都要走 Space的配套很差 不論是環境還是設施都是很不可以的 要令自己越增這間學校越好 畢竟對我來說阿蘇只是一個踏腳石 在中學的時候是被老師預測我的DSE分析 那我就把我的GPA放在這裡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喬喬 我想大家看到我表題都知道我今天想說些什麼 我今天就是想說我讀完一年阿蘇之後的一些小小心得和我們分享 那因為DSE都快要放網 我想很多人因為會這樣而很緊張 甚至乎有些人會覺得有點迷惘 所以我就打算拍這條影片 來令大家可以有小小的參考 希望我出的時候是還沒放網的大家 那我身為一個小小的國內人 我就想分享一下我的經歷 那說真的呢 這一年其實真的影響了我很多 都令我變了很多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了 那在我分享我的經歷之前 就首先說一下什麼是阿蘇 先把我的頭盔放回頭盔 其實我對阿蘇的了解都很容易 對我來說呢 阿蘇就是被一些入不到大學 有想讀大學的人讀 讀完之後再接上去大學 這樣 那為了在這條影片裡 可以令大家明白得多 什麼是阿蘇呢 我就找了一張照片 上網 你可以看一下圖 阿蘇呢 即是負學士 是被一些DSE手拿5條2的人讀的 之後就會有機會再接上大學 那如果你想聯絡一下 hi-deep diploma 那些是什麼 你就Post了我的影片 然後再看一下這張圖 我想這個表已經解釋得夠清楚了 另一件你們要知道的東西就是GPA 我想在讀中學的人 可能也有聽過 經常聽別人說過三爆死 那實質GPA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這個表 那你看著這個表 就會知道那些A、B、C 大概是對多少的GPA 那到這裏 我想大家最好奇的 都是我的GPA 那我就把我的GPA放在 這個呢 是我在HKU Space Year 1的成績 那我整個GPA就是4.06 而整個2就是3.92 但是呢 你會看到我整個1那裏 是寫著4.00 因為所有GPA高於4的分 都是不會顯示出來的 但是如果你看我的CGPA 就是全年這樣計算的話 那0.6的分就會自然幫我計算下去 其實對回剛才那張GPA Scale那張照片 將我每一科的GRADE加起來 再平均除開 你就會明白的了 那說完我的分 就要說一下為什麼我進了阿蘇 那進了阿蘇 離不開都是因為 成績差啦 所以中文或者英文 又或者是不想要自己的Offer 那我呢 就是因為成績差啦 還有當時自己得我要的Offer 那我不想要 所以我就介入阿蘇了 可能你看到我的GPA 就不覺得我成績很差啦 但其實我中學的時候 成績真的很差 那究竟差到什麼地步呢 就要由中學開始講起了 那我就是讀一間普通Band 1B的英文中學 但我的成績呢 就在自己班那裡考尾幾的 甚至乎考低尾那樣 一直以來呢 都是被老師和同學標籤 為那些讀書的學生 那我在中學的時候呢 是被老師估計我的DSE分 是3321 UU這樣 加起來才的那9分 是一個很低的成績 那我可以把我MOP的那個成績標 放在這裡給大家看看 到看到我是考尾2 那我考完Vlog 出了成績 我就知道了 所以在study leave的時候 我就開始努力運輸了 那時候呢 我就拿回中四的書出來 開始慢慢看 由 chapter1開始運輸 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懂 那我就很努力慢慢學回 但時間是有限的 所以我最後呢 DSE也是炒了 那我DSE的分數呢 就是拿343322 加起來17分 Best515分 這個是我DSE的成績標 那收到成績之後呢 我就struggle了一陣 我究竟應該retake還是讀阿蘇 那我考慮到自己是一個三分鐘熱度的人呢 我就去了讀阿蘇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間阿蘇 我會選HKU Space來讀呢 原因就是很簡單 因為我只是想進入KONU 那KONU呢 多數都是收回自己子女 所以呢 理論上呢 想入KONU讀Space呢 就是比較好 另外呢 就是聽人說Space的配套很差 不論是環境 還是設施 都是很不斷的 就是正正這個原因呢 我才選Space 是因為這樣可以令自己專心讀書 不要投入校園生活 要令到自己越增這間學校越好 畢竟對我來說阿蘇只是一個搭腳石 所以一定不可以投放任何感染在這間學校裡面 最後我選Space的原因 是因為它用英文上課 而其他學校好像是用中文上課的 因為我從幼稚園開始去到中六 除了中文之外也是用英文教的 所以我覺得它用英文教會比較容易 對我來說 例如它買了我的字 突然轉成中文 我真的搞不定 不如殺了我 這三樣東西 就是我進入HKUSpace的主要原因 那究竟進入Space之後 我的心情是怎樣呢 只有兩個字 就是自卑 我進入阿蘇之後 我等了足足一年 才有膽讓人知道我正在讀阿蘇 那大概在San2尾的時候 我就post了一個close friend story 那去到那個時候 那些朋友才知道我正在讀什麼 除了最friend的幾個例外 那我現在就公開 我覺得這個story要打了什麼 我現在浪讀給大家聽 哈哈哈哈哈哈 突然有一點熱狂 看到努力為DSE奮鬥的你 不這樣我想起一年癡的自己 以往 很多人對我的印象和評價都似貪玩 不讀書 但竟然現在會認為我是一個勤力 又妖猴的入义 從前的我 是一個不努力 太吃苦 懶惰 始終逃避的一位沒有夢想 卻充滿幻想的人 一張廢字 一張張文不值的廢票 讓我不得不乘這後悔 成為一隻被人喜事或此笑的後悔狗 心裡是充滿自卑和不乏 這一年我肯會隱藏 與他人交談的時候 會比開升學或學習的掛題 儘量不讓人知道自己有多失敗 為了不再被看不起 事實是被自己學不起 我決定要作出改變 我不再懶惰 不再怕苦 不再逃避 既然要發生的都已發生 不如就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做到最好 以往我在班上的排名有多後 我一點都不在意 但現在 一份佔10%的功課 取不到A加 我竟年紅了聖馬 三年前我討厭CAM所以Drop了 今年 我用了一個整個時間 學會DSE加DSE歐斯的內容 我粗了三年會碰過的class paper 最後我再face to face 測驗 取得全班第三名 不止時代學習的生態改變了 就而是減肥一件痕小的絲 以往我最多的電能堅持 是在清淡學做運動的日子 不多於一星期 有時今天是我on schedule的第21天 這次我對自己的一個少得過 我希望日後能在各方面進步 成為一個更好的我 對不起分不恨差 畢竟我是後門有 這個就是我當時post 的一個story 嘩 聽起來我是不是很勤力呢 實質上我們怎樣努力去讀書呢 我就說一說我那時候的routine 那整天因為face to face的關係 我就真的很勤力的 每早就準時八點半回去上課 逢星期一至五都是的 那我回齊星期一至五都是八點半 原因不是因為我很勤力 而是因為我太蠢了 我當時是不知道有得改time paper 然後呢 就搞到我要五天都要八點半回去 那坐又坐著 我又不懂得改time table 搞到有很多天地堂 那我就很早八點半回去上課 所以課堂就接在library溫書 溫到差不多去吃東西 然後就去上課 然後又接到library那裡 直到library關門的一天我才回家 大概每天都是這樣 那當我有特別deadline或者test的時候 我就會去con you的library接通宵 因為那裡是開通宵 而我是可以入的 那我就會做事做到天光 然後就回家洗澡 洗完澡就回到space那裡上課 那說到這裡呢 我就有個小插曲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每一次走入library的時候呢 心情都會非常之緊張 原因是因為呢 con you space的學生呢 是拿著一張綠色的facilities ss card 就是這張了 那我們呢就是靠這張東西去入圖書館 那而呢 普通call you的學生呢 就是用自己的學生證的 而他們的學生證呢就是藍色的 就是因為這樣呢 我就很介意給人知道 我是拿著一張綠色的卡 也是代表我是一個阿蘇的學生 那我每一次呢 去到library那個閘口呢 我都會到處去燒 然後呢就看看有沒有人在附近 沒有人在附近呢 我才會拍卡進去 因為我真的很害怕被人看到 但是呢 我每一次拍卡呢 都是會這樣 把手放在這裡 儘量遮住綠色 然後這樣拍 拍完之後呢 我會是這樣 掃揚身子 這樣放在銀包那裡 我真的很害怕被人知道 而進去溫書的時候呢 那con you space的學生呢 就是用一個叫soul的page s-o-u-l 而con you的學生呢 就是用moodle的 那soul的版面 和moodle的版面 都很大出入 很大分別 soul那個呢 是一個很sharp的粉紅色 那我每一次登入學校那裡呢 我都會把螢幕調到差不多最暗 儘量不要讓人看到我 在登入soul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 一個小小的分享 那這個routine呢 就只持續了在sen1那裡 那因為呢 成績出了之後呢 我看到自己的成績也不錯 我人呢就開始鬆懈了 加上呢 sen2是online 那所以人呢 就會比較帥 然後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學會了可以改timetable 那我就很聰明地改了 不知道好像有兩天 還是三天day off給自己 那我全部課 教育鐘起床 lock in了zoom 之後呢 就睡覺 教育鐘起床 然後就 quit zoom 然後呢 我就下課了 那呢 是有錄下一些片給我們的 就是呢 我一條都沒有看回 是因為我懶 那我最後呢 都是隨其他 channels 這樣 去考試 就算了 所以我帶這個sam的成績 是給大家一個sam差了 那我大致上就說完 我整年的阿蘇是怎樣的 那可能有人就會問 阿蘇會不會很大壓力啊 裡面的東西會不會很難啊 會不會有很多敬人在裡面啊 這樣 有很多這些問題 那壓力方面呢 我自己就覺得是有的 但呢 就不是來自於一些東西很深 畢竟他教的東西呢 其實跟DSE都差不多 是science那些科目呢 會比起DSE深一點 但是英文那些呢 其實你當是初中level 這樣而已 真的不太難 都很容易catch up 反而呢 我的壓力來源呢 是自己給自己 是一個不輸得的心態 令到我個人很大壓力 那時候我真的大壓力到 每一個星期都在我行 有一份的assignment 跌了到B加 我已經崩潰了 我逼自己所有東西都要在A range那裡 這麼誇張的是 有時候我拿A都覺得不變了 我會在那裡生氣自己 為什麼會沒有了個加 可能因為這麼巧 我每一科的成績都不錯啦 阿蘇裡面的同學呢 就不斷的高帽給我帶 又稱我為學霸 然後 有什麼不明白 又走過來問我 這樣就令到我很大壓力 因為我中學的時候 在讀書上面 是一個透明人 有什麼不懂 沒用過過來問我 而且 多數都是我去問人 而且 我不懂 全世界都覺得很正常的事 然後突然轉了去的新環境 我竟然是被人問問題那個 然後我就覺得很大壓力 很怕會教錯人 又很怕會突然間很低分 然後被人覺得 哇 為什麼你不是很高分的嗎 為什麼突然間這麼低分 這樣 所以就令到我每一份功課 Test 都超級緊張 這樣 不可以讓自己跌個分下來 那我覺得 如果大家 都不是去到我這些 這麼極端的例子的話 其實 應該都不會太大壓力 那去到Sam2 Online 其實我已經沒有壓力 因為我已經 所以 沒有怎麼看別人 怎麼看我 因為沒有人會知道我幾分 全部都是Online 那 所以呢 那時候我真的沒有壓力 所以我想大家 如果正正常常地讀 成績又不會太差 又不會 很大壓力 好像我Sam1那樣極端 那最後呢 我也有些事情想跟 準備進阿蘇 又或者是 不肯定要進阿蘇的人說的 就是 你們要加油啊 你們做到的了 你們相信自己呢 你們做到的了 如果你想放棄的話 你就想想想 Sam1的我 你就會知道 你並不孤單 有人陪著你 我也是這些廢話 加油 用阿日會進到大學 知道嗎 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 如果你們呢 還有什麼問題 是關於阿蘇 或者關於Space 又或者關於我的呢 都不妨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的 又或者可以IG DM我 我全部都會回覆的 好啦 那這次這條 阿蘇狗之心無力情 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